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古代书画总共有三个重要的收场 第一个是日本的西川户村家族 第二个是夜工作家族的旧场 第三个是王南平先生家族的旧场 首先我们来看看王南平先生的旧场 这幅是新出云南田的一个作品 他在上面提了他的写作的一首诗 然后提了一个时间 那是1688年的 他的好朋友王辉也是清出非常重要的四王之一 做了一些提拔补充 这幅作品在香港在美国都有四次的一个很重要的展览 总共出版家注录有20次之多 那相信肯定有一些是我们还没有关注到的一些注录出版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新的发现 那像这么大的一个云南田的一个卷本的牡丹花卉 非常罕见 那可以比拟的只有南京博物院收藏的相同题材的一个作品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后面这两幅 董奇昌仿泥黄山水 还有王健的仿王公望的一个山水 董奇昌是明末非常重要的一个书法家 绘画家 然后还是一个理论家 他的重要性是他对于绘画史的一个建设 他创造了南北中的一个理论 那他是上级上层这个原世家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写这个黄之久的画 跟用黎云宁的诗 那他的画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比较雄浑 比较豪放一些 虽然画的是南方的山水 在笔墨里头 他能显现出来 那对比王健的山水来说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王健的细致性 细腻性是非常强 非常绵密 用笔非常的细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春法 还有他的胎点是非常非常的细致 好 看完两幅水墨的作品之后 我们来看看明代陆志陆包山的这个绘画长卷 陆志是文志明的学生 在无门绘画里头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文人的画家 那他的山水呢 我们可以输 亚 淡 易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的内容 他的线条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整个画面的构图是非常非常的安静 把江南的湖泊 山水呈现了出来 那在这幅作品上面有四个提拔 都是新出很重要的收藏家高士奇的提拔 从1698年开始 高士奇做了第一次的提拔 到后面他在船上看着这个 重新第二年又打开这幅作品来看 第三年 第四年 每一年他都打开一次来看这幅作品 然后回味他的收藏 还有每一年的细致性 那在这个长卷的后面呢 还有很重要的 与董奇商起名的陈继如的书法 写了很长很长的书法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让这个陆志的这个山水呢 形成一个很有特点 好 那讲完王兰平的收藏 我们来看看 那据我所知呢 博士 您刚才提到还有夜 我们还有一个夜公措的收藏 里面当然有很多精彩的 古代书画的这样一个作品 那其实您之前提过 夜公措和王兰平是有一段关系的 是 您向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那王兰平是长洲人 那后来在上海生活 然后也继承了家里头的事业 那1930年代初 他在上海的时候是跟当时的交通部长 夜公措是邻居 那在夜公措的帮助底下 他收藏了很多很重要的作品 包括米友人的山水书画 对 那对黄兰平的收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时他才20岁 花了大概一万个大洋去买这件作品 那我看到那个除了我们夜公措收藏里 很多古代书画之外 那现在这里还有一侧 非常精彩的黄冰红的侧页 我们刚才也看到有黄冰红自己的提签 那其实这一侧是一个画和诗的 这样一个合必的作品 我们看到有六幅非常精美的 这样一个小册画的山水 其实是表现的 他到广西游学旅行的时候 到每个地方所见的一些风景 那后面更精彩的 还有他有一个非常长的提拔 其实这提拔是 他每到一个地方去创作一首诗 来记录当地的这个山川的 这个奇袖的这种景色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首诗呢 是描写香港的 这在这个我们这个绘画史上 还是比较比较少见一点 对对对 那其实记录的都是非常的详细 也非常的用心这一侧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提拔最后的时候 有看到黄冰红是在这里有个上款 是上官给玉甫先生的 对就是玉甫就是夜公措 当时候1935年 夜公措是上海博物馆 临时董事会的会长 董事长 那黄冰红先生是理事 所以他们之间相互往来就很多 那这幅月西的写生册 就是那个时候画完之后 后来就送给了夜公措 一直在夜公措手上保存了下来 可见这册传承非常的清楚 然后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这个测页的装表的形式 也非常的华丽 也非常的精彩 所以说这一测也是见证了两个人之间的友谊 对 那除了这个黄冰红的测页之外呢 我们近现代的书画这一部分呢 像往常一样 向大家展现了很多二十世纪大家的一些作品 那除了我们一如既往的 向大家提供很高质量的作品之外呢 这次的拍卖我有一个感受 就是我们对每个画家都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呈现 我举个例子来说 后面我们看到三幅林峰棉的作品 那其实是非常全面的代表了它不同的题材 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山水啦 然后有镜物 还有这个戏曲人物 也就是说人物画 尤其是这里要说一说这幅戏曲人物 那我们以前看到的林峰棉的作品呢 大多数是一个人物或者是两个人物 但这件香港私人收藏 这个时间比较久的这样一件作品呢 其实是表现了四个人物 这在题材上来说是非常少见的 也在市场上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 那除了这件作品之外呢 我们看到也有齐白石和潘天寿的作品 钟葵和竹谷图 那其实这两件作品呢 都是画家非常重要的作品 然后是从1950年到1960年代就开始展览出版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 所以说是在画家的艺术生涯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 那刚才我讲到全面性呢 除了林峰棉之外 那我们不能不提张大千 那大家看到我后面在我们楼梯间挂了这个尺幅非常巨大的张大千的作品 其实是非常早年的作品 是丙寅年也就是1926年的一幅作品 那其实大家想想1926年的时候张大千还不满30岁 但是那个时候张大千已经开始学习古人 这件作品是学习十套的作品 然后创作出这么大幅的作品 可见张大千当时的魄力已经非常的雄强了 也就是说那时候的天才天赋已经展现出来了 那从20年代的作品 我们一直延续到 我们这里看到有40年代的作品了 那也有49年之后 去国之后一路创作的作品 一直到他的台湾时期 那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这场拍卖又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拍卖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全部展现给大家看 那我们更多作品的信息 会在接下来一两个月通过图录啊 微信啊 或网上的形式向大家一一呈现出来 那我们这次拍卖还是在香港会展中心 11月29号和30号两天 我和龚敏博士期待 大家能够参与我们的拍卖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